近日全球的车用晶片短缺导致汽车减产 美国、德国、日本陆续向台湾求助 让台积电成为各国尽邀的当红炸子机 凸显台厂在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而经济部近日也证实了 美国特斯拉为了在第一时间满足客户的需求 高层曾经秘密访台 邀请何硕、友达、广达还有陈宏等汽车供应链赴美投资 将有助于台美供应链的深化 车用晶片近期全球大缺货 也意外带出台厂在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而一直以来看重整车供应链的美国特斯拉 就传出高层日前秘密访台展开密切联系 希望积极争取台厂赴美设厂就近供应 对此经济部工业局证实这项消息 特斯拉看上的是台湾自通讯产业优秀实力 却有邀请相关汽车供应链赴美投资 将有助台美供应链深化 据了解特斯拉正逐步展开扩厂计划 未来将在德州设立新厂 希望邀请包括负责主控电脑的核硕 触控面板的友达以及广达陈宏等台湾供应链赴美设厂 第一时间满足客户需求 而根据经济部统计 在特斯拉与其他车厂订单的益柱下 河硕 群创 通行店 维希等台湾供应链业者 已在台投资超过以前亿元 台湾的计则供应链 其实在车用电子方面 其实在这几年都是一个维持成长的态势 因为我们的强项包括是在传动系统 甚至在科技业者方面 有包括一些车载的一些娱乐系统 还有一些车控系统 比如说电脑面板 都是台湾厂商可以发入的一个重要性 而尽管新冠疫情对产业造成短期冲击 但市场预估全球电动车 未来十年复合成长率将达到29%需求强劲 因此像是德国跑车代表性品牌保时捷也布局 除了911跑车坚守燃油引擎 未来十年将全面走向电动化 电动车发展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热门议题 也渴望持续带动台湾产业供应链的关键地位 记者曹大林乔大龙台北采访报道